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分享新版的帅师说 昨天我们说到 因为高岗事件使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 结析了极其深重的历史积怨 只是因为毛主席的态度 加上彭德怀那个时候 威望正胜因为抗明朝的胜利 刘少奇才没能够一鼓作气 把彭德怀也打落马去 但是呢 彭德怀已经进入到了刘少奇的视野 扳倒的 只待时机 那么总结一下 林彪地位的上升 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最后确立 让彭德怀 带着一身的力气 上了庐山 召开露山会议的初衷 是揪左 是揪1958年大约进期间 自上而下吹的那五峰 那左 那么当时的形势的判断呢 毛主席和几个秀才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总结出这么几句话 叫成绩很大 问题不少 前途光明 那么与会人员呢 上山之后 按照毛主席拉的18个主题 展开讨论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么呢会议之初 开会 游山 进展顺利 你想那时候 这个六月底七月初 那山下交阳似火 但庐山 那必属胜地 当年 常凯申同学 在的时候 把庐山化为下都的 后来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包括通过曹举人呢 什么的 跟蒋介石他们 传递过去的一些的意思 毛泽西 周恩兰 中共这边的意思 台湾只要回来 他说 你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军队 社会制度也不变 外交权归中央 然后呢 蒋介石可以做台湾省的省场 蒋介石你愿意在台湾在台湾 你要回大陆的话可以 我们把庐山 直接就画给你蒋宝人 蒋介石喜欢庐山 所以庐山真是好地 我是 夏天冬天 我几次上庐山 这个四季没全 但是也差不多 三季差不多 庐山的夏天 确实是 这个让人心旷神怡 所以呢 开会游山 那个时候呢 这个 真可谓神仙会 毛主席 一时兴起 上山之后呢 一路所见 所赶 回豪泼墨 一山飞之大江边 月上 葱龙四百悬 冷眼 向阳看世界 热风 吹雨 洒江天 是啊 啊 啊 那 这个 真马若神仙了 啊 这样的心境 啊 但是呢 就在这个会议 接近尾声的时候 因为呢 他认 他自己认为什么问题 都没有解决啊 所以这个彭德怀 就给毛主席 写了一封信 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 所以呢 官方正式就顺藤摸瓜 就规避最起码的历史真实 说彭德怀的信写给毛主席 那就是彭德怀反对毛主席 当然不是这样子 但是呢 从彭德怀这封信来看 尽管他自争俱拙 遮遮掩掩 什么小自产阶级狂热性啊 什么有诗有德呀 他不说有诗有诗 他说有诗有德 玩弄了一些文字上的一些小技巧 确实 在这点上彭德怀确实有点耍小聪明 但是这点小聪明 他怎么可能逃得过毛主席的法眼 毛主席看完信以后 就得出了基本的结论 这不是个别人的意见 这不是彭德怀个人的意见 也不是个别人的意见 而是代表了在困难面前 党内一批人的思想倾向 中共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 顺利的时候容易左 遇到困难之后 一大批右倾和右派就会跳奖出来 所以毛主席看到了 他代表的是党内一批人思想惊吓 困难面前就要往右边转 毛主席还看出什么 他还看出这不是简单的提意见 这老彭这信里的不是简单的提意见 这是干嘛呀 这是要究责问罪 所以这封信它就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 这就是向全党下战书 那么我们大家就要问了 毛主席把这封信的定性 定到了这样的这个性质 我们很自然就要回过头来 就问一问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呢 他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写信呢 他上路山一路就骂了一路的娘 他那个时候干脆就写封信给毛主席就结了 趁着骂娘骂得正欢 刚上山的时候 开神仙会的时候 是不是 那个应该说彭德怀心里最不舒服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神仙会嘛 是不是 包括犯过错误的一些个中央的一些领导 包括省一些省的一些个大员们 大家承认错误的同时呢 因为没有这个揪住谁不放 是不是 把这个东西视为一个什么呢 视为一个党的集体犯的一个似乎是难免的一个错误 那那个时候大家也基本上都是这个神仙一样 这个问题不少 大家也没少说成绩很大 当然也要提 那么那个时候对彭德怀来说是多难受的时候 看着大家在那用彭德怀的这个眼光来看 就是把你们放着他妈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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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 错误视而不见 然后在那他妈的开神仙会 他应该多难受啊 他为什么那时候不写信 你更早来说 九左毛主席从1958年年底就开始九左了 下半年就开始九左了 两次郑州会议 一次武昌会议加上海会议 毛主席自然就要问了 心里就要问了 这老彭为什么郑州会议也不提 武昌会议不提 上海会议也不提 为什么跑到庐山会议的 马上要结束的时候你提出来呢 那么彭德怀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写信 他为什么写信 在我看来 彭德怀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机不可施 散会了 那就施不再来了 马上散会了 彭德怀他就是要趁着大跃进 故事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日益暴露 毛主席已经率先开始领导全党大力的纠左 而刘少奇也好 彭真邓小平这些人也好 包括各个地方大员也好 这些越近派的大员也好 正灰涂涂脸之急 同时呢 彭德怀还要趁自己出访苏东 明扬天下之机 然后呢 集合一些政治上的失忆者 持异议者 甚至是反对者 反对者 兴师问罪 要把问题摊开 要让中央检讨 光检讨能够吗 你要检讨就给你上个线之后 检讨完之后怎么样 那一定要组织上 要有动作了 是不是 所以进一步呢 进而呢 就要追究一线领导人的责任 一线领导人谁 各个省的省委书记 中央的书记处 再加上刘少奇 这不都是一线领导人 最后 按照他彭德怀自己的意愿 然后改变中央领导层 让刘少奇等等这些 在彭德怀看来 这些不成熟的领导人 下台 甚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取而代之 要推倒八大的 最后的组织结论 被其功于一彻底的解除 毛主席百年之后 自己面对接班人刘少奇时的 政治隐忧 免得届时被清算 这 就是新伟哥认为的彭德怀上书的最真实的动机 他这个动机 既符合彭德怀自己的性格逻辑 也符合他的思想逻辑 更符合 中共党内的 斗争逻辑 说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